Hello,大家好,今天當然要再跟進北京兩會的情況 但是大家都看到很悶,真的很悶,不過新聞當然要關心 怎樣不悶呢?我們不妨可以從官方以外的渠道 包括大陸的民間都會關心,都會有他們的意見 而這些意見是官方不會看或者不會重視的 另外香港、外國、外媒,我們今天從這個角度去看看兩會 大家就不會讓兩會的官方焦點掩蓋一切 我最近不斷看民間的反應的時候 我發覺民間有三點是不約而同地討論的 第一件事就是看完你的工作報告 你官方有多少宏大的意圖 我當你是全部真的 不過大家開始問一些很實在的問題 第一件事就是你講完之後這麼多 究竟具體的增長點,即是逐步增長也好 提速也好,所謂復常的增長點在哪裡呢? 你要告訴別人才可以的 不是單單你講了目標 香港或者海外的香港人經常都提到一點 就是你講給我聽你的增長點在哪裡 而這些與香港的關係如何呢? 這些才是大家最重視民間重視的 如果講到這些問題的時候 大家看網上,大家看反應 以至國內自己本身的網民 他都問一個增長點在哪裡 接著答案,在天空,在地府 即是找不到 如果你說香港的增長點 它裏面唯有一個字,三個字 大灣區 接著大家就會問,即使你說大灣區 接著對香港的使用或利用 官方說我重用 但是大家都說這三個用 究竟哪樣東西才是真的呢? 好了,在總理工作報告 講出來,即是提交那天 3月5日那天 大家有沒有留意 在這段期間過去 香港股市都會升的 但是那段期間股市就下跌了 即是大家股票這個金融界 他看到這個報告 都沒有覺得有什麼生意 沒有覺得有什麼起色 接著再看看大家的反應 包括金融界人士 他除了提出香港新的經濟增長點在哪裡之外 還提出究竟香港是成為了國內的 抽取養份的地方 還是像過去那樣 香港,即是內地是香港 極力吸力 即是提供奶水 過去經常是有,即是香港不行了 國內就是北水南調 現在這個已經不再是慣例 甚至上是反過來 香港是一個被吸取營養的地方 很多很多都是,甚至上有些說 究竟是榨取利益的地方 還是還繼續提供營養奶粉的地方呢 這個你搞不定的時候來講 即是你提供不到答案 大家就問第一個問題就是 究竟新的經濟增長點在哪裡呢 好了,這個我猜未來一段時候 都會繼續圍繞這個話題的 好了,另外一個大家討論 政府工作報告的就是 好了,大家都明知道有困難 全世界的經濟都有問題 好了,接著大家看完整個經濟工作報告 再看國內不是經常引用很多人大代表 討論政府報告的 好了,大家開始問第二個問題就是 解決困難的方法是怎樣呢 是吧,剛才說的 究竟那個增長點是看不到的 但你看不到 大家都沒有預期一下子 哇,飛黃琴達,扭虧為盈 是吧 但是你怎麼解決眼前的辦法呢 這個大家是第二個問題了 好了,國內現在有很多辦法 接著,林毅夫 即是大陸的經濟智囊 在台灣走過去的,記住 在金門那裡,攬著那個 不知道當時是一個,不是水泡來的 是攬著那個催去的籃球 那他過去,後來成為了 朱鎔基年代的智囊 他這個世界銀行 你說這個背景 他最近說中國有辦法的 你看民企,他的重點就是講民企 他說民企沒有死到的 民企現在還有很多的方法 是扭大他的 但是,大家網民跟著看 民企都分很多種,大型民企 中型民企,以至是 你說個體戶,小型民企 現在大家如果再看回 網上或者經濟界的討論 他第一個結論,剛才講了三個民企 第一個結論就是大型民企死感 不要這樣潑冷水吧 大型民企,你都要看看 看不聽官方說的那些 那你聽官方說的那些 有得生存的 因為你賺到錢的時候 官方一刀斬下來 割你的肥豬肉,你就要給的了 從這個角度 官方,林偉夫說 有得生存 但是我無緣無故 為什麼會被你斬一塊肉呢 從這個民間角度 他覺得 你怎麼努力呢 你努力最後 隨時可以被人割 你肥豬都變成瘦豬 從這個角度來講 大家再看看 他們這些大型民企的貸款 這個機會 國內沒有公佈 但是金融界會知道 他說太陽民企的貸款 已經是越來越少 機會是越來越少 從這個角度其實是好事來的 為什麼呢 你貸完款之後 你是坐大了幾個聽話的民企 那民企是利益最大化的 然後將他的壓下來老百姓承受 你說我現在就要講優質貸款 國有企業那些已經是很多難帳了 過去國內央行曾經透露那個數字 那個貸款裡面那個的難帳率 是約5分之1到4分之1 很厲害的 你加起來的絕對數很厲害 現在他不說的 內不中大家去看得很辛苦 才可能會有一兩個數據出來 所以大家就說 你解決困難的方法是怎樣 你現在講民企 剛才講大型民企已經沒有什麼寄望 好像以前那麼風光的了 中型民企是怎樣 好了現在開始中型民企裡面 貸款是相對容易一些 但是原來都是有政策性貸款的 這些人大討論的時候不講的了 我們不妨可以講講民間聲音 他說中型企業的貸款 現在還要看你的產業結構 例如說你官方說的什麼 增加高薪的產業 那個來講就容易貸款一些 不過原來所謂高薪產業 你無非都是在 譬如說科技、AI等等 其他的產業 即使是基礎產業裡面的貸款 現在金融界裡面說那些中型企業都難的 再看看更加低層次的基層那些貸款更難 因為中央銀行本身的貸款 這個規律是對的 全世界外國都是這樣的 他當然是第一 減低那個的難將率先 過去因為政策性貸款 阿爺要你貸款給這一間 各日企的 你怎麼可以不帶呢 明知道這些水潑都可以收不回 都要做 現在就按照規律 因為你沒有錢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你首先要配合官方的產業政策 所以民營企業是有得生存 或者生存很快的 林毅夫所說的這些 很多網民馬上就說 麻煩你看一下基層的民企 所以第二個問題就是 如何去解決眼前困難 你又拿不到答案出來 好了 第三個 外交比較關注 從政府工作報告帶出來的 是什麼呢 就是說 大家都知道 家家有本難言的經驗 考富難為無米吹 要沒有錢怎麼搞呢 所以 跟著推而求其次的問題就是 你如何去運用資源 和那個收入啊 開支啊 你如何去調配呢 這個 你在第一個問題解決不了之外 你就要想這個問題的 好了 現在看那個財政預算案 或者政府工作報告 大家又發覺 第三個問題 你同樣引起外面的憂慮 這個是實事求是的 不是抹黑或唱衰的 就是 大家看看 軍費增長是7.2% 我上次都分析過 大家不要當這些是很實在的數字 還有很多是經過調節之後 有很多不計算的實際軍費一定是高於現在所說的 一萬六千、一萬七千多億 好了 現在國內的網民自己開始提醒 因為大陸 大家看他們 不是過公眾 大家要懂得去發現 這個有質量的民意 好了 其中一些就提出 你現在官方公佈 你再對比一下他們 對比一下他們 不是我對比 他們對比一下其他開支的增幅 我就發覺軍費的增幅是差不多這麼多個增幅裏面最高支裂 不要說最高 最高支裂 好了 對比教育經費 完全不是7.2% 是不是 另外還有一個 網民很深水清 他說另外還有一個不見 是維穩費 維穩費自從2009年之後 沒有再透露過任何數字 2009 他還有說2008 多少年 現在快到了2028 還有4年 當時就說這個叫做 社會穩定的費用 不叫維穩費 現在維穩費也是安全的費用之一 你說軍費是對外的 我上次都說過武警的費用不見 那你維穩費不一定是單單武警的費用 你有些是為了要製造和平 開什麼大會的時候 你要將很多的 好像現在開兩會 你要將很多所謂閒集人等 你要不讓他入北京 其實這些是經濟運作製造GDP的 你要堅強壓住他 這些費用 還有公安開支 這些來講 大家不知道有多少 但是肯定就是軍費的數字 已經是最大的增幅之一了 所以剛才那三個問題 大家就只是向天天提問 天天不會回答你的 然後再看看具體數字 上次我講過的那些 我就不講了 譬如是GDP 他講5%是怎麼計算的呢 他就將以前那個真正的 不是公佈那個GDP真正的增長 其實是小的 壓低了下來 再跟你預期的高 那個比較 就變成增長率就高了 那麼赤字 赤字 這次那個預算 那個政府工作報告裡面說 是3% 3%的赤字 OK啊 全世界都在這個範圍3-5% 不過我再舉回2003的例子 大家對比 你們就懂得看西洋鏡 是怎麼照的了 那麼 2023那個的 政府工作報告 同樣是講赤字 是約3% 不過後來出現的數字呢 他自己調整過出現的數字 是3.8% 記住啊 這個是個基數很大 是數以萬億的赤字之下 你0.1、0.2 現在他調整了之下 是由3%提高到3.8% 還不是真正的數字來的 換句話說呢 他只能夠是 不斷去用數字遊戲去玩 好了 接著 城鎮就業 現在公佈的 是增遇 即是超過 1,200萬 那麼他去年那個報告裡面說呢 是增加 1,200萬 這個新增的城鎮就業 哇 看起來好了 他這次確定是新增 超過1,200萬 去年是約1,200萬 就有進步了 不過他不跟你說一個數字 真正實際的需要 那個數字是多少呢 社科院自己有調查 真正新增的 未計積累下來填補以前那個 失業數字 新增的需要已經是1,500萬了 是不是 即使你怎麼做 你都相差300萬 他缺口還未計以前 積累下來的 好了 然後很努力 他創造那個經濟循環 那他今年那個工作報告裡面 就說新增的地方專項債券額度 留意著那些字 那個字呢 就是新增的 即是舊的那些來講 可能他還未還錢的 新增的 地方 即是中央沒有錢再賠給你了 以前很久已經中央不理地方的債券 現在你自己解決 於是容許你發債氣 是地方專項債發出來專項使用的 這個額度 那今年新增的有多少呢 李強的報告 3.9萬億 3.9萬億 那去年的數字是怎樣 3.8萬億 0.1萬 記住 即是1萬 這裏是相差1千萬億 是吧 那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大家覺得 咦?不是啊 那你每年的地方債券都是增加了 還有它又不告訴你 那大家追下去你就找到了 原來現在新增那些的 從去年開始前年開始 新增那些地方債券 那個常還 即是政府還錢給你 那個年期呢 是加長了 現在有些是十年二十年期的 十年二十年 即是你還是不斷給錢下去 那 它說我沒有騙你錢的 不過我遲些還 那意思 所以現在這一類呢 大家就覺得 哇 你再是這樣的時候 大家去買這些國債 怎樣呢? 那它有辦法的 一定很上銷的 怎樣呢? 它逼公務員去買 嘛 你除非不打政府工 如果你打政府工 你以前那些發出出來的 薪金 花紅 薪金我都拿回 花紅 你現在政府沒有那麼多花紅了 不過我都說名義上給了你的 不過這些花紅不是拿得錢的 買回政府債券 地方債券 你做回自己老闆 是這樣的解決問題的 那跟著還有 就是講到特別國債 在李強的報告裡面有講 今年是特別發行的 全國性的國債 那你有什麼特別呢? 發行國債 特別的地方就是 它去年是沒有發行過 或者沒有資料顯示發行過 有全國性的特別債券的 今年發行多少? 一萬億 再加上你剛才說的地方 3.95萬億 即是接近5萬億的債券 4.9萬億 所以大家去看這些數據的時候 大家就開始 嘩 真是要懂得去拆解中國的數據 剛才說漏了一個 就是它也公佈了城鄉的調查失業率 城鄉是第一龍村不算的 調查 它要調查 調查到的失業 調查不到 就不算的 那你說城鄉失業率 它說藥膜5.5%和去年的表達 表述是一樣的 但是它又不跟你說 究竟裡面的結構怎樣呢? 青年的失業率實際是兩位數 官方公佈16% 社會科學界的學者公佈調查的26%和27% 青年而已 所以是24歲以下的 記住 所以大家 我仍然鼓勵大家繼續關心 官方所說的事情 因為你不關心 會影響到你自己 正如我所說的 新的增長點 原來適合到香港 在泵香港的資源進去的 但是 是不是純粹聽官方的事情 未必的 我們也不是抹黑 就將這些事情擺出來 希望官方自己 又不要想起一遍 老百姓都很聰明的 剛才我說的 其實你找回國內的網 國內的研究等等 海外已經很清楚了 好了 今天就跟大家 先談到這裡 那我們下次又找一下兩會一些有趣的東西 跟大家分享 是不是 好了 下次節目時間再見 拜拜